那我這邊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下CZAR 其實今天基本上呢 所有的講師呢 都剛好都是我的朋友 雖然說大部分 對對對 就是說呢 雖然說都是由我們聽風啦 CZAR就來做邀請的 可是因為圈子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他邀來說講師 一開始我想 可能CZAR也不知道 這個是我這邊所host的人 但是邀來之後發現就是朋友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 像CZAR他就是在 我們在NodeJS這個社群投入很多 我介紹說台灣的NodeJS 就是以JS作為後端的應用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語言啦 等於說就是他是發起人 也一直引運到現在 並且呢 他是2012年JSDC 就是JavaScript的Developer Conference 這個會議的總召 OK 那剛好畢人是2013年的總召 所以說呢 我們之間就是在JavaScript這方面 也是就是很有興趣去投入 如果各位對於JavaScript NodeJS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直接來問CZAR這位大大好 那他也是那個 今天很有趣哦 剛剛BlueTip就問說 欸這場南部人舉手 結果都沒有人舉手 但我們講十好幾位都是南部人 或是重要社群 像一滴的柏牆 OK 柏牆是高雄 然後呢後面那個 Mozilla的那個 MozTW的那個Organizer也在後面 Irban也是高雄人 然後這位也是熱情的高雄人 所以呢我們就用熱情的高雄市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CZAR 謝謝 謝謝強哥這樣幫我開場 大家熱絡一點哦 OK 好那首先我覺得 因為其實NodeJS到現在已經大概兩年多的時間 那待會會介紹一下什麼是NodeJS社群 那首先呢一開始我覺得很多 我們現在都開始到學校去演講 然後NodeJS在今年的下半年度 就大概是八月九月開始 我們開始到全台灣的 全台灣的學校去做演講 然後去行為做講座 所以在座我的學生 如果希望我去你們學校 分享一些些小經驗的話 歡迎你們一起接下 然後接下NodeJS社群 我們願意去那邊分享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一開始啊 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 從以前到現在 我一直覺得 柴上講的人 大家會覺得說 柴上講的人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強 可是 我實際上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 從以前到現在 我覺得最強的人是什麼 就是你 從早上撐到現在 都還沒有睡過覺的人 給自己一點掌聲好不好 來 謝謝 謝謝 好 你會發現這種人真的難得 因為我們不管講的 再熱絡再怎樣 其實一定會有一些同學 或者是 就連我 自己在底下 都會做其他事情 上FB 睡覺 好 總之那題外話 那今天其實是要講一下 就是在NodeJS上面的一些社群經驗分享 有沒有人是已經寫過NodeJS 或者說 對Java Squid後段有一些相關的認知 有沒有 舉手一下 好 好 還不錯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非常熱情 難過人 好好好 沒有沒有沒有 台北人其實也是很棒 真的 這樣補充好像有點來不及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們首先回到正題 首先先介紹一下社群 那我們社群呢 目前的話 其實有一個小網站 當然這個網站的話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裡面 討論分享 然後去了解一下 什麼是NodeJS 當然 中國的人也會透過這個網站 一起來分享 那為什麼中國人要到這個網站 我們必須講 因為中國有一道牆 所以說他進不了Facebook 那我們呢 因為另外有粉絲頁 那目前他 其實是屬於自然成長狀態 沒有下過任何通告 那大概到1700多個 所以也不是特別積極去做他 但是就是有一些人數這樣子 那歡迎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這個粉絲頁 然後呢 另外一個社群 其實社團裡面 目前的人數會比較多 可是這就是因為 我們的討論都在Facebook裡面 所以說 很多 中國的開發者 或者是其他國家 有被強調的開發者 就沒辦法進來 OK 那另外呢 我們每一次的聚會 其實都有放到YouTube上 所以說每一位講者的精華 還有一些片段 其實我們都是會放到YouTube上面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到這個網址 直接就可以得到 我們每一次活動的紀錄 還有一些教學的資料 OK 在上面 其實 你就可以看到 這些精彩講者他們的介紹 因為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Conference講的東西 會很精彩 可是我必須講 其實有時候小句講的 會比這些Conference講的更深入一點 因為他們可以聊很多 細節和八卦 聽到八卦大家興趣起來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YouTube上面 看一下這些影片 看看到底聚會是什麼樣的歷史 然後我們聚會到底在做什麼 當然 我們其實也做了一個非常crazy的事情 就是我們辦了Hack Song 而且連辦兩年 是以NorJS為基礎的Hack Song活動 就是連續寫Call 48個小時的活動 我們其實辦連續兩年的活動 OK 那當然另外要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在社群裡面創下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真的把書寫起來 然後我們有一本 真正屬於台灣人 真正用繁體 用自己的思維寫出來一本書 我們不參考任何著作 不參考任何資料 我們把這件事情完成了 而且 今天我早上 剛去搜尋的時候 發現 原來它有 繁簡二 三個繁本 好 那至於為什麼還有繁中 還有二語呢 基本上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 我自己做了繁中 但是旗下的東西 就自己伸出來了 好 那我們必須講一下 其實NoteJS創下一些紀錄 軌跡 那剛好 透過這個機會 我也自己回饋一下 就是看一下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呢 我們做了這個社群的時間 大概是 2.5年的時間 OK 那持續的活動呢 其實大大小小 總共大概有40場 所以說在兩年間 你可以算一下 平均一個月兩場活動 其實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 大概兩週一次 就要跑活動 然後呢 人數 目前的會員人數 大概是3000人左右 那目前的人數 還是持續增長中 因為JSQ 目前是持續一直在成長的一個語言 相信大家如果有在碰的話 其實也都歡迎加入我們這個社群 OK 那我們是怎麼樣開始的呢 其實今天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經驗 然後我自己到底怎麼樣去開始 NoteJS社群 然後社群到底經營是怎麼樣開始 為什麼 我要做這件事情 OK 那第一次 親密接觸 其實必須要說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是第一個接觸NoteJS的人 我也不是最強的那個人 那第一次接觸的時候呢 回顧起來 原來在YouTube上有 好 就是在GTOG 對 在2011年的GTOG這一場活動呢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 其實是可以看得到我的 那當時GASOLIN他有介紹 開始NoteJS的分享 然後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就說 媽我上電視啊 好 那非常開心 可是為什麼我會繼續深入 因為平常沒事 一個人不會對一個語言 這麼有愛 這麼有信心 這麼有一個 維護性 想要繼續一直推廣他 其實一開始 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樣 為了學校 為了工作 為了身邊的柴米油鹽醬 去找這件事情 去搜尋這件事情 那一開始呢 一定是為了工作 所以說 我為了工作 去了解說什麼是NoteJS 然後透過GTOG的活動 開始進去 慢慢有這個門檻 開始了解 然後開始學習 當然 我結論之後 碰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發現一個問題 當我在搜尋NoteJS教學的時候 其實資料是非常非常的淋散 大部分如果說你在學習新的技術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中文資料非常少 但是 其實 如果有中文資料之後 他的資料是分散的 而且每一篇進入都是介紹文 教你怎麼安裝 怎麼使用 然後 沒了 我找不到後續的資料了 我要找深入一點 使用Marcho 或者是深入一點的議題 沒了 所以其實讓人非常沮喪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是想要 去瞭解 可是瞭解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想要更深入 發現沒有資料 反而是中國大陸那邊 比較多的資料 可是 其實每一個人 又不能說他們不會 他們只是沒有分享出來 他們沒有去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所以 我開始決定一個事情 就是把朋友召集起來 那當時 這一群朋友呢 我們開始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共筆寫Wiki 好 那這個Wiki呢 其實也就是 NorJS這本社群群組的書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開始用了這樣子的一個 維基為平台 就是維基 Wiki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開始做了協作 然後每一個人負責每一個章節 每一個人負責review 還有說順稿等等的動作 所以我們 用這樣的架構做成一個小型的網站 是這樣開始 而這些人 開始也貢獻每天自己的所學 所以大家 可以透過這樣的機制 開始去了解NorJS 開始去了解說 原來這個東西 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有一些人也會給我回饋 所以開始 寫得越來越起勁 開始覺得 好像我們真的 Do something OK 那直到 直到有一天 直到真的有一天 這兩個人出現 那就是 Sean 還有Steven OK 那他們分別是 HTML5 還有 NorJS TW社團 大家會想說 社團 應該也是一起 有沒有 我們一開始只有創Wiki這個網站而已 我們只有創 NorJSWiki網站 NorJS社群 其實是XP所建立的 對 所以你現在看到 NorJS5 這個group 其實是XP所建立的 當時大概是200多人左右 OK 那他們 當時透過網站不知道什麼資訊 總之 他就send一個message 過來說 欸 我來辦一場小劇吧 好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也想做一些promote的動作 也喜歡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 想說 那要去吧 所以他也在上面 透過這個活動 辦了一場小聚會 然後有一個event 相信大家都看過這樣的page 所以 我們想說 應該是一個小聚會 然後也上去做一些分享 跟大家講說 欸 到底NorJS是什麼 然後什麼樣的資料 當然 我們看到名單 哇 上面有一些大大 都是大神之類的 我們這些無名小組 居然可以上台去講 然後到了現場以後 更是誇張 一個將近200多人的小聚 好 這其實讓我們不可思議 因為我們當時覺得 小聚應該是一個 二、三十人左右的活動 應該是一個 大家撥在一起 聊聊天 分享的活動 可是居然是 200人的一場活動 這我不知道什麼叫小聚 OK 好 總之他們的小 就是這麼小 對 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在座應該是六十幾個人 四倍 好 所以這樣子的活動呢 其實也認識了很多人 也認識了很多不同的大神 當然呢 特別是要提一下 就是 我們開始認識 M這個人 好 那當然 我們也認識一群很奇怪的朋友 接著 生活開始變得不一樣了 很多事情開始產生了變化 其實在理想中 我一直投入工作以後 想說 社群裡面活動 應該會多彩多姿 應該是想像成這樣子 可是實際上 真的去社群活動以後 才發現 結果是 這樣子 唉 大家會覺得 現實還是殘酷的 所以沒辦法 可是其實這是我們所熱愛的 形式只是一個模式而已 但是呢 我們其實是熱愛裡面的活動 還有裡面的 content 所以我覺得 唉 也不錯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們透過 social media 就是裡面的內容 我們了解到說 唉 原來透過線上這樣子 我們一些行為 我其實一開始也沒有想這麼多 我想說辦一個什麼小聚 聚會等等 沒有想那麼多 我只是 想說一群人 我們就把知識把它連結起來 我們只是想說 把我想做的事情把它做到好 其實一開始就是這麼簡單的 動機而已 可是沒想到 我們卻把一群人 全部串接在一起 這些 有跟我部分 想法 相同的人 開始凝聚過來 我們開始凝聚在一起 而且定期有人聚會 而且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這些人幫我們找過去 好 我們開了一場會 然後討論了一場很大的辯論 我們決定要把事情搞大 好 到底是什麼事情搞大 我們討論說 要把JS搞大 沒錯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辦JS 我們是想說 唉 長久以來 當時大概是2011年 1111年左右 那那個時候其實大家都討論說 唉 JavaScript 前端browser這麼知名 然後JavaScript在後端也有應用 為什麼沒有一場真正JavaScript的聚會呢 所以大家決定 嗯好 HTML5 CSS3 JavaScript NoJS 好 大家一起來把它搞大 沒錯 所以在開始的這個時間點就是JSDC 透過這場活動呢 我們也在網路上召集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這幾個小貓頭 其實會做不了什麼事情 我們也非常擔心說 你有看過 你有做過 Conference嗎 沒有 你有做過任何大型活動嗎 沒有 你有做過任何 一些Special Event嗎 沒有 好 通通都沒有 那怎麼開始 不知道 反正就先開會吧 大家就是這樣的想法 然後就非常單純 所以我們開始 在網路上召集人 開始發一個Event 我們在某一天有一個Concode的時間 然後呢 希望 有興趣的人 一起來加入我們 於是 有一些人 開始就跳進坑來 好 這些人你可以說 他很可憐 你可以很幸運 但是呢 無論如何 進來就是離不開了 因為 我們就是希望 能夠把一些事情做起來 我們真的希望 能夠把一些事情做好 所以 之後 之後每個月 開始的活動變得不一樣了 我開始每個月固定 有一天聚會 都要跟一群男生在一起 事情變得非常不一樣 我們為了把事情搞大 而搞的全部都是男生 我們全部的人 都在一起開會 然後 開始講說 這個東西怎樣怎樣 這個東西怎樣怎樣 然後 每天 可能除了 開會的這一個時間以外 我們可能 平常要聯繫Email 還有可能上班的時間 我都 接起來 然後 欸那個什麼什麼活動 要趕快去接洽啊 時間快來不及啊 賣票啊 什麼的 對 開始事情會變得不一樣 而且很多事情 其實是沒有當初想那麼單純 當初 只是想說 欸我就辦一個活動 然後 把所有人召集起來 大家一起 找一些人 講talk 講topic 這樣就好了 其實 我們沒有想太多 就是講這些事情 然後把人聚集起來 但是隨著時間的演變 發現 欸 搞得自己好像 做了更多奇怪的事情 然後 有一點變得不像自己 而這些時間以來呢 其實自己過的生活 開始變得很不一樣 我的生活開始變成 白天寫成是晚上辦活動 因為我本身 白天還是 就是大家還是要賺錢嗎 還是要過生活嗎 對 但是晚上辦活動 變成 有時候想辦 有時候不得不辦 有時候 有人逼著你 一定要辦 那白天的工作也是 有時候不想做 有時候又不能不做 但是有時候又有人逼你要做 所以其實 變成是一個 雙重衝突的狀態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必須 必須說 一開始其實 是快樂 是開心的 而且很多時候是雀躍 畢竟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是出自於心裡的喜愛 所以我們做這件事情 而且 一開始是興奮 所以 很多時候 我們跟這些人討論 哇 真的跟一群仔仔聊天 真的很爽 跟一群男生聊天 聊城市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酷 因為我們很Enjoy在聊天 然後什麼東西 哇真的啊 太好了 電話給我看 我開給你看 等著講開始 OK 然後辦活動也是 我們會開始講說 我們可以邀請國外拿一個大神來 哇 這個時候就覺得 我認識那個誰誰誰 可以叫他來 真的嗎?太好了 好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興奮 這個過程 讓我們充滿了無比驚喜 我們開始了解說 原來原本只有小小的social network 但是透過大家原本一個小小的初衷 點和點之間連結 變成一個面 而透過了更多不同的人 渲染 我們已經成了一個立方體 開始變得不一樣 可是 隨著時間的改變 隨著事情 開始變得不一樣 所以 事情 影響心靈 心情也開始變得不太一樣 因為一開始 我只是為了想做而做 我只是 單純的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 是對我來講 沒什麼負擔 也沒什麼壓力 可是 開始事情變得很多了 人家為什麼 人家問你 你這個東西為什麼沒有辦好 你這個東西怎麼會這樣搞 你這個東西怎麼會這麼處理 你不只要對內 你還要對外 當然你還有自己的事情 你還有社群 你以外的事情要處理 所以 我開始 變得不太一樣 也開始 有一點扭曲自己 心情其實是害怕 而且是非常害怕 因為 我會覺得說 幫這樣大型的活動 我真的可以嗎 我 做過這些事嗎 沒有 可是我完成得了嗎 不知道 那我開始害怕 而且我也開始膽怯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是 當有人 你滿心雀躍的時候 做完一件事情 可是他給你的 不是正面的回饋 也不是正面的力量 可是他指責你 你這東西為什麼沒有做好 當初講的 為什麼和現在做的不一樣 很多時候 你會開始因為這些東西 而放大了其他事情 你心裡會難過 我自己 心裡也開始覺得不舒服 自己 覺得傷心過 因為 我覺得 事情怎麼會這樣 當初不是只是 要為了一個事情好嗎 我做的這些事情 難道還不夠嗎 我付出的 不夠多嗎 我已經上班了很多 所以 面對更多的未來 其實是徬徨的 因為 這些種種的過程 會讓自己 不相信自己 你會覺得 很多時候 你沒有幫助 但是 身邊沒有太多相同經驗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跟你講 為什麼 怎麼做 或者我該相信他嗎 他講的是對嗎 我這樣子做真的可以嗎 你開始會給自己很多問號 而且這些問號 會導致你對於未來 這條路 很多不確定性開始產生 但是 最重要就是但是 但是 我們身邊其實 有一群朋友 因為 開始的時候 我們講過 是自己一個人 開始喜歡做 所以開始做 而我們 建立了一個面 導一個立方體 做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群朋友 包括你Ben 強哥 還有JSDC 等等 所有的人 大家聯合起來 當你沮喪的時候 他就拍拍你 沒關係啦 那個放回去 對不對 反正明天 永遠都有明天 沒錯 這些朋友 其實在很多時候 都會 開始講一些 無聊的話 因為一群男生 其實他們 不是女生那麼感性 他們會說 靠飛 然後就說 你這個人 你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 激發你 然後笑你 更重要的是 他們會捅你一刀 然後跟你說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賭爛 好 總之這是奇外話 但是 沒有關係 因為 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沒有 他們其實真的是 非常 很奇外的人 好 可是我必須講 我必須講 這些朋友 一直跟我講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呢 雖然這麼累 這麼痛苦 但是其實我們一直在 對的方向 因為 長久以來 我們都相信這件事情 我們想要做好 我們想要做對 所以 我們一直在對的方向 所有人 操著同一個方向 不斷努力 雖然有人會往東 往西 可是當我們 全部都是往一個 力量發展的時候 有一些人分散 我們會把他拉進來 有一些人 離開了一點點 我們會把他拉回來 所以 這些人其實是一個 共同體 所以 一開始 我們會覺得是一個人 當我拉其他朋友進來的時候 有更多人加入我的時候 會開始變得不一樣 當然 這些人 持續一樣 繼續靠北 當然 繼續 開始挖苦 可是 他們始終 跟我是同一個方向 我們一起 往同一個方向前進著 好 那你接下來 一定會問說 這樣子做 辛苦嗎 這樣子做值得嗎 我必須坦白講 辛苦 辛苦到靠北 真的 因為 每一個人 白天都有工作的壓力 每一個人 白天都有自己的事 學生要上課 有自己的課業壓力 上班 有自己的業績壓力 然後 你必須要完成 你上班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呢 活動 你又不得不做 事情 你不得不解決 一天不解決 你永遠沒辦法睡不著覺 所以 你開始會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那我的生活 變成這樣 寫程式 辦活動 贊助 還有幾下雜事 接電話 回Email等等 那你會發現 這張圖跟剛剛不一樣 因為 我寫程式的時間 剩下四分之一 對 我剛剛的圖 寫程式是二分之一 所以 當 我們開始決定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當我們決定把事情 越搞越大的時候 自己的壓力其實 會 無形的變成 越來越大 而 我的證實 好像變成是 辦活動 副業才是 上班 會變得很不一樣 所以我開始也 思考說 這樣是對的嗎 這樣真的是 OK的嗎 我是不是應該 多花點時間在工作上 可是 不論如何 這些朋友 總是提醒我 就是 我們一直在對的方向 我感覺我 好像加入某個宗教 一直被洗腦 對 好 不過我至少被洗腦很開心 總之就是這樣子 可是呢 必須講說 其實這些過程啊 真的 一直以來都是很痛苦 痛苦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 就是這麼痛苦 因為 每天都會覺得說 我們都是在懸崖上走鋼絲 每天都是在最後一線 我們沒有任何經驗 我們沒有辦過社群 我們也不知道如何應付這些大廠 應付這麼多人 同時 自己身上還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們必須要完成自己的工作 所以你會覺得說 怎麼那麼累 我到底累什麼 回頭過去看看 你也會覺得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好像沒做什麼啊 可是我怎麼那麼累 沒時間 我開始 沒有時間 跟以前的朋友吃吃喝喝聊天 可能連打球的時間都沒有 或者是 沒有辦法去找之前的一些老師聊天 開始 心裡也就會彷徨 可是每次跟他們 聚在一起聊JSDC 然後聊社群的事情 聊NoJS的時候 心裡又是舒坦無比 因為 就像我之前講的 跟玉群宅宅 一起聊天 真的是很爽 只要你懂程式的話 跟玉群宅宅 聊天 窩下來 超爽 對 沒錯 所以說我們喜歡 我也喜歡 加入這樣的環境 只能相信自己一件事情 而且在軍中 我在舉光日的時候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 我在那時候學到這一句話 叫做 順境 學到 然後逆境 得到 因為順境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他其實一盤空順 並沒有什麼 但是逆境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得到 真的得到一些什麼 當然 逆境永遠是痛苦 每一個人都說 爽兵 爽死了 爽人 每天都在那邊 那個上FB 什麼的 可是 實際上 每一個人的逆境 只有自己清楚 而你回頭過去看看 回頭想一想 真正辛苦的時候 是在 你那些 記憶最深 還有那些 痛苦的時候 其實是你之後 記憶會最深刻的 最清楚的 你仔細想想 你快樂的時間 你真的記得住嗎 但是你被刀割的時候 你應該記得清清楚 好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OK 所以每一個人 一定會記得 痛苦的時間點 所以 只能相信啊 那就做吧 就做吧 不管它 反正 我也沒有別的選擇 已經頭都洗下去了 所以 很多事情 都有這些社群 還有這些DC 還有外面的活動 還有種種的一切 寫書 資料等等 我不想做 別人也會推著我們一起做 因為他會說 不行啊 你已經寫了 沒有人可以管你 然後 你想說 不要回email 不行啊 那個廠商明天就要 然後你想說 我要退出 可是又覺得 欸 現在退出好像又對不起自己 畢竟 這麼大一群朋友 大家都在支持著你 大家都在聯繫著 就做吧 相信自己就做吧 是啊 我也是人啊 唉 畢竟 大家都是凡人啊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到底這樣子做 我們是成功 還是失敗呢 你的未來到底在哪裡 你的 相信的可能性 真的會成功嗎 其實我一直也在問自己 這個事情 而且 不斷的去思考 當我越來越思考的時候 其實 就會越來越模糊 開始去尋求答案 可能去尋求 可能 譬如說問別人啊 朋友聚會啊 或者是說 去問之前的老師 或者是教授 當然 更誇張的是 可能去行天公拜拜 對不對 當然他不會跟我講 OK 可是 回頭過來沉浸一下 想像一下自己的一些心境 其實 很多時候 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人生是在比氣長 並不是比氣粗 對 因為你想像 成功 和失敗 到底他的定律是什麼 你現在賺了十萬塊 代表你成功了嗎 你現在的家庭美滿 代表你成功了嗎 你現在擔任主管 代表你成功了嗎 這是一個問號 可是相對 其實我必須說 對我自己來講 成功或失敗 他是一個相對值 成功或失敗 他是一個相對值 因為 在營運社群的時候 我們有辦過聚會一次來 啪 六十幾個人排滿隊 哇 超爽的 然後就這樣 怎麼那麼多人啊 爽死啊 然後又有辦過那種活動 欸 只有五個 然後前面坐一區搖滾區這樣子 然後就跟他說 大家圍過來啊 一起圍爐這樣子 然後講完幾句 欸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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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今天活動結束了 有沒有 就是活動只有五六個人 到死 爆滿 全部的場景我們都遇過 可是我們必須說 這樣子真的會打擊你的信心嗎 坦白講 會 只有來三個人 你會不傷心嗎 會 來六十幾個人 你會不會爽 會 那真的沒有人來 你會不會不開心 還是會 對 那我們必須說 為了什麼 回頭去想想 就是 我相信的那個初衷 我們當初在辦社群的時候 所想要做的事情 我所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 畢竟 回頭去想一想 當初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很多時候 我在問自己 為什麼要這麼累 為什麼要辦弄這些聚會 為什麼要去推廣 為什麼要跑校園 很多時候 我坐在火車上去往學校的路程 我就會覺得 靠北 我為什麼今天要在火車上 然後我應該去跟朋友一起玩 可是 仔細想想 當看到學生這些笑容 還有一些feedback 就會覺得 這些是值得的 這些是必要的 而且很多老師會跟你講說 一些學校的實況 所以你會發現說 很多學校 其實他們是需要這樣的資源 所以我覺得我 應該要去做 而且我會持續一直做 雖然我每一次在火車的路上 都會想說 靠北 好 可是 不管怎樣 還是要做 因為 如果 我們不去改變 那其實沒有人 會想要去變 那 如果大家如果變的話 我們就只能像 某些 不一樣 可能生活就會變得不太一樣 因為 生活必須要有動盪 有刺激 才會有不同的成長 而這是我相信 而NOJS 只是 我所同上的一個工具語言 而辦這個活動 其實是 因為我相信 NOJS 它是一個好玩的開始 它可以讓 不會寫程式的人 會寫程式 不聰明的人 變聰明 長高的 變矮的會長高 沒有啦 其實是 希望 同學 都可以了解說 誒程式語言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要用 NOJS 然後開發另外一種 Evangel的概念 當然 很多時候 其實 會讓人 是說 當今天來聽的同學 可能只有八十幾個 可能很多 一百多個 可是你會發現 八十幾個都在睡覺的時候 傷不傷心 會 其實會 可是 我回來對自己講 今天 一百多個裡面 我不奢求 就全部八十幾個 只要二十幾個 肯聽我講 值得 對 只要二十幾個 我覺得就值得 因為那些人 是真的相信 而且聽到我所講的話 他們是願意相信 我所講的一切 而 這些人如果 可以聽上去 也許 他們下一次就會 跟他們的朋友講 跟他們朋友的朋友講 接下來 渲染會越來越多 就像是當初一樣 我的願景只是一個點 但是我的渲染會變成一個面 最後呢 開始變成一個立方體 所以 社群 之所以開始呈現 那我必須講 長久以來 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 沒有成功或失敗 而是不斷的堅持下去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會要求說 今天做明天就要實現 今天做明天就要回饋 可是 事情並不是如此 事情是 當我今天做的時候 可能是持續做半年以上 一年以上 才會有人說 你做得很好 你今天真的做了一件 不同方向的事情 而這個時候 我們獲得的是一個認同感 而我持續在做這件事情的初衷 還有熱情就是 因為我相信 當然 在辦這些活動的時候 其實 我也失去了一些事情 就像是 這個 從陽光南海變成 好 好 那可是呢 其實 這些在精神還有智慧上的成長 還有說人脈的成長 其實相對來講 是無形的 因為可能我從這邊 並沒有辦法賺到錢 我可能也會失去一些時間 跟朋友相聚 但是相對的 我可以認識大家 我可以了解更多人在想什麼 我覺得 有時候分享一些想法 可以讓自己成長更多 很多時候 是因為聽到大家的回饋 我才知道 原來我這樣做是對的 原來我這樣子 可能 可以 做一些修正 OK 所以我現在其實 大部分的時間呢 我都稱我自己叫做活動王 因為 長久以來 我大部分 大部分在後面的工作 幾乎都是在辦活動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年 兩年辦四十個活動 平均兩個禮拜 就要辦一個活動 辦一休一 辦一休一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對 是辦一個活動繼續下一個活動 辦一個活動繼續下一個活動 沒錯 是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大部分的時間啊 其實沒有休息 然後就會覺得 真的 好累喔 我相信其他社群的人 一定也一樣 其他活動的承辦人 一定也一樣 而 當你在沉澱的時候 還有在辦活動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給予自己的感覺就是 我希望 能夠得到回饋 而我相信我自己的初衷 但是啊 在辦活動的時候 大部分真的是孤獨的 大部分的時間 真的都是只有一個人在做 因為一開始 你當你小小的時候 當你持續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一定只有一兩個人 或者是幾乎是一個人在做事情 這是必然的 可是啊 隨著時間 隨著時間 你會發現 有一些人開始跟過來了 有一些人開始凝聚起來了 這些人可能是因為你 可能是因為朋友的朋友 可能是因為某些信念相同 所以聚在一起 而這些人 非常感謝他們 而且非常感謝社群的所有的人 因為 有這些人 才有辦法成立社群 才有辦法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接下來 其實我們也看到 有一些更多的人 開始投入社群活動 開始 也跳出來說 他想要做一些什麼 開始 也做 在不同的地方 開始成立一些不同的社群 針對不同的技術 開始做研發 我覺得這些是好事 很多人會覺得說 不用啊 就JS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分這麼多 或者是 為什麼要分化 這便不是分化 其實這是 大家為了各自不同的願景 做出發 而當我們願景相同的時候 勢必又會合在一起 這是我所相信的 但是 有這些心血和心力出來 其實是好的 因為 我們不可能 自己一個人的力量 或者是群眾的力量 其實是有限的 而是要不停的迭代 這樣子才是自然的 因為我相信 人總有一天會老 今天已經快30 那下一年度又50 你50歲的時候 拿著拐罩跟大家講課嗎 我相信 也許可以 但是 不一定是必然 而這些心血 他們能夠 去講更多的事情 研究更深的議題 然後去渲染更多年輕的人 所以我相信 他們可以做到 而相信自己 其實我都覺得 很多事情 我們一旦相信了 持續走下去 這樣子 也許是一個對的方向 可是就像我講的 人生 還有很多社群 或者是很多活動 包含自己的事業 沒有絕對的成功或失敗 就是持續的走下去 因為我們 我自己也相信這件事情 就是 很多時候 一開始只是一個點 可是當你做完 變成一個面 到一個立方題 你開始可以 渲染不同的人 你開始 會有其他的夥伴加入 開始 會覺得自己 真的do something 所以 真的很感謝 有這些夥伴 一起支持著 因為 這些人 會互相給你 夾娃打氣 讓你 真的 回到初中 當你最傷心 最難過的時刻 他會提醒你說 我們 正在對的方向 我們正在做 對的事情 在十年後 我們再回頭過來看這一切 你會相信 這是值得的 那 我必須要講 NoteJS社群 之所以會 到現在 也是因為一群人 能夠持續 互相幫忙 然後做一些事情 所以才有今天 那我們也才能 完成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 你有興趣的話 或者是 有學校願意講課的話 OK 那我們可以 稍微聯繫一下 那如果說你對於NoteJS技術 有興趣 也歡迎到這個網址 開始去FB 或者是任何社群的資料討論 歡迎加入我們 謝謝